再次多謝你回到新聞現場外洋素素 立即帶你看回今天的加州新聞 加州的第49選區眾議員周本立 日前就在Singgibrile大劇院主持該辦公室舉辦的送火雞活動 而將300隻火雞送給當地的公益組織 另外一方面在Singgibrile Rally供水公司 加州美國供水公司 以及金周供水公司 也是主辦單位之一 而周本立在活動當中也說到 感恩節是他和別人分享感恩的時刻 尤其是將社會的關愛 分享給低收入的貧困家庭 今年是周本立舉辦火雞派發活動的第七個年頭 他希望在這個活動 也都在今後幾年裡面可以繼續這樣辦下去 並且通過這個活動引起社會各界 對於弱勢群體的關注 而根據我們的了解 前來領取火雞的非營尼機構和團體 包括了西聖谷男孩女孩俱樂部 亞裔青少中心 天普市同製會 艾爾蒙地急救資源協會 二戰老兵艾爾蒙地10218服務營 還有 婆春歐高地公園社區和老人中心 救主教會 以及聖蓋博拉修女之家等 好